那麼 議員是希望一個小時之內正式排空之後呢 他必須要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尤其是呢 我免許他兩天之內進行氮氣的吹區做個必備的 從禮拜一開始專案小組要配合我市政府所指定的空屋局、水利局、環保局以及我們經發局的管線查查工資一起作業 我要責令法運商族必須要把問題找出來 且要正式跟高雄市政府寫成正式的報告 那麼這樣的一個管線機構的全部查出來 查錄我才會知道問題點發生在哪裡 一 進行處理 二 進行預防 目前法運的處理情況 就是那個管線壓力在我們進行 我們預計最快會再一個小時 會把壓力降到最低 那壓力降到大概一公斤裡面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用氮氣做吹擊 那大概要一至兩天的時間 把裡面的產業的氣體把它擋 然後再用高壓的一個氮氣去做那個 管線的一個齒壓試驗 用科學的方法把這個管線的 洩漏的位置把它走出來 大概多久那種氮氣 大概因為高壓蛋的部分大概有要貫重 因為二十二公里 所以大概也要一至兩天的時間 才能夠把這個壓力漸起來 然後找出這個這個洩漏氣 那因為是在這附近那研判 應該這個洩漏氣可以在這方面 所以我太容易取消化了 我不要以為你打擁か了 餘下水 你一定會把它打擾 會不會走到那個洩漏氣 所以我會想要一等 那邊打擾